中华传统故事 清明节 今天扣以后就能想回大家分享一个传统故事 清明节 清明节和韩曲解释有可能的 全球在两千多年前有一个叫晋国的国家 没错 晋国的公子丛俄常常帮助百姓 他的父母总是看他不顺眼 想干掉他 可怜的丛俄只好带着几个中心 整个的大臣RUN AWAY 丛俄逃要逃 逃到一个NOBODY的地方 他又累 又累 运倒在地上 这时有一个中心耿耿的大臣叫 戒指推 戒指推来了救丛俄 狗猎发现的肉 组成肉汤 丛俄在碗肉汤后 终于醒了 OMG 人肉汤 突然 丛俄看见戒指推的大腿 有很多BLOOD 骂得他立刻去指大肉汤 是戒指推的保住的 丛俄说 子推 你救了我 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你了 在19年后 在众人的帮助下 终于成为 THE KING OF晋国 大家都叫他 静文公 静文公要送救命丹人 找大家的关 可是 戒指推 练 嗨 & 戒指 不是玩佐美茶 是他不想当挂 台湾和母亲一起嗨在猫灯 哪一个猫灯? 晚上 后来展开街山 纪念他咯 哦 可是 棉山那么大 想找啊 泛火烧山 哇 又找人 还是杀人 不是杀人 杀命人跑出白 对 农地 2月23日 静文公来到棉山 Happy and Waiting 静文公命人 FIRE 是 杀人 结果 人没跑出来 Eddy 能 去到图 静文公 贴公命 到处 找人咯 咩咩 终于在一盆骚扒 呃呃的大流收下 发现 戒指黑和他的阿布 可是 他们 闭上眼睛 随机哦 K.O 静文公 后果莫及 放生大祸 多半块了 只好 安葬他和他的母亲 在大流收下 人们在大流收下的洞里 找到一封信 信上说 如果想帮到我 就带一个好国军帮 第二年 2月24日 静文公来小文学 发现 呃呃的武士 重生了 Amazing 他就把这天叫做 清明节 今晚中 十分都会 自己消失 救命恩人 即使推死 那天就叫做 韩食节 是的 韩食节 是那儿让人们消火做饭的 只能吃病人的食物 这个结论现在已经没有了 为什麽呢 你卖必来电咯 好 起立 迎礼 谢谢大家 下个前 记得按订阅 再按小铃铛 再把我分享出去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咯 咯 等他 立刻就知道 肉汤 是戒指推的版 做的 从而对戒指推说 指推 你救了我 我一定要 好好报答你的 哈哈哈 好好 哈哈哈哈哈哈 咯 咯 咯 如果你要爱我 你就请请我 咯 咯 如果你要爱我 就请挂了电话来找我 当着我的妹妹给我 说你爱我 咯 咯